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上个单元介绍到CliDrop的网站 去把照片上的某个物件或某个物体去除 也可以把它背景去掉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手机来做呢? 因为CliDrop是一个网站 所以用iPhone手机来做也是可以的 本单元介绍用iPhone手机来清除照片的物件、物体或背景 我在手机里头的Line 有人把这个网址分享啦 或者你把这个网址复制到这个Line里头 然后点这个连结之后呢 就出现这个网站啦 这个网站我往上移就可以看到Try for Free 我选了Try for Free之后呢 它有个工具叫CliDrop CliDrop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清除 你要把某个物体或某个物件清掉 就选CliDrop 这时候它说你的照片在哪里呢 你可以现场拍 也可以从你手机的相簿去挑选 所以我们点了这个之后呢 就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拍照直接拍 另外一种呢 直接在你手机的相簿去挑你的图片 那我们先示范拍照 所以我选择拍照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相机啦 这时候你对了你的镜头去拍 假设我对了一个荧幕正在看电视节目 我这么一拍 好 看好镜头之后拍 拍完之后使用照片 就可以把这个照片呢 调上来了 这时候有小的有大的 你卷轴往上移 你就会发现到 你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呢 我们选择小照片 要选这个 你选这个要钱 所以我选这个不要钱的 选完之后 这时候出现这个画面 你刚才拍照的画面 你要把这个人去掉 当你移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有橡皮擦啦 你直接擦擦擦 擦到这个人 你选择CLEAN 这个人就被你清掉了 那你希望把这个张照片呢 储存起来 你就选择上传 这时候呢 选择储存影像 它就返回你的LINE了 因为你刚才从LINE进来的 就存完了 我如果要透过我手机里头的相片 来去除某些物件或物体呢 一样 当我进入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刚才是选择拍照 现在我选择照片图库 当我选择照片图库的时候 我这里头有一张相片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相片是我刚才储存的 它就存了 这个人已经去掉了 那我现在有一张照片是有人的 我选择这个人 这个人出现之后 我选择这个照片就载录啦 这时候我一样选择橡皮擦擦擦擦擦擦擦 擦到这个人的范围之内 然后选择CLEAN 这个人就不见了 接下来我可以用上传 上传什么呢 我透过分享的方式 我透过LINE 我就移动 找到LINE啦 点一下 要分享给LINE里头的哪个好友呢 这个人头 就点他 点他之后呢 就会打勾啦 然后选择分享 他就分享到LINE的这个好友啦 所以他就返回这个画面 我们要到LINE的好友去查看呢 你在iPhone的手机你可以选触控条往上移到中间的时候呢 再往右移就会发现到目前的工作清单 这个工作清单不要删掉 出现了另一个 再往上滑又删掉啦 就跑到桌面啦 当然你要快一点的回到桌面 你触控条往上弹就回到桌面啦 如果是按钮的按一下就回到桌面啦 这时候我有一个LINE 我点LINE 就进入到LINE的聊天啦 我选聊天 就这个人我点下去之后 刚才分享的照片已经去掉人头啦 是不是就分享出来了 那我如果每次都要透过把网址丢到LINE 太麻烦啦 有没有可能我把这个网址变成我iPhone手机的图示 有一个捷径的图示 怎么做呢 这是LINE里头的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就ClickDrop的网址 那这时候你点到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网站啊 可是我还希望把这个网站变成主画面里头的捷径 你就选点点点 在浏览器中开启 选这个 选好之后 再选分享 分享的时候 你这时候呢 要往上滑 你就会看到加入主画面 你选择加入主画面 你的名称要不要改 这里是可以修正的啊 你如果不改的时候直接选新增 你的主画面就出现了一个捷径 那这个名称跟这是一致的 如果你有改就是你改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已经把 ClickDrop这个网站的捷径 放到主画面啊 变成一个图示 而后你只要点这个图示 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网站啊 我们示范网站的连结 变成手机主画面的捷径图示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左边这边是进入一个line line的下方人家已经传给你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叫做ClickDrop的网址 那我点它之后呢 它就进入到ClickDrop里头了 我希望把它盯选到桌面 我就可以选择三个点这里 然后呢 在浏览器中开启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分享 这个分享 然后呢 网上移动 看到加入组画面选下去 选择新增 在桌面就多了一个 ClickDrop图示 捷径啊 所以我耳后要进入到这个网站 点这个捷径 就进来啦 我们示范CleanUp 清除照片上的某个物件 或物体 我选CleanDrop这个捷径 点一下 就进入到它的网站啦 出现Try for free 我点一下 CleanUp 是清除物件 我点CleanUp 那你的档案在哪里呢 点这个虚框 这里头的内容 点一下 然后出现图库 我选择照片图库 我这里有一张图 我点一下 选到它 下方有个选择 点一下 这个宝塔我要去掉 这时候你就直接画宝塔 出现这画面可以最小 说下去 觉得这宝塔OK啦 你就Clean就把它清掉 这个宝塔就把它删掉啦 宝塔不见了 我可以把它下载 下载的时候 它就问你 你要分享给谁 假设我要当LINE LINE的这个人 点一下 然后选择分享 就分享过去咯 所以刚才把宝塔去掉的 分享到这个LINE Bud的这个地方 我这时候呢 就移到中间 选择LINE 点一下 它这个照片是分享过来 这个宝塔是不是不见啦 我们示范 Remove Background 就是去除照片的背景 去除照片背景之后 这个照片的背景就变成 黑白相间的格子啦 我在桌面的图示选择 Clean Drop 这里有一个Try for free 我点一下 刚才示范的是Clean Up 现在要示范 Remove Background 去掉背景 点一下之后 这时候你点这个 点一下 出现照片图库 你选照片图库 你挑了一个档 它原先后面 是有秋天的这种背景 选择这张照片 这张就打勾啦 然后我选择加入 然后你要选 第一个 左边这个 右边这个高画质的 就要收费啦 左边这个 不要前例 选下去 那载入之后 你从右边滑到左边 凸现这个黑白点 就表示 把你的背景去除啦 你可以选择Download 就会看你要分享给谁 我们选择LINE里头的 这个人选了之后 选分享 好 他就把背景去掉的 分享到LINE里头去啦 所以你就直接移动LINE 这个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他背景 秋天的背景去掉了 就变空白的 至于这些物件 如果你要去掉的话 可以用CleanUp 而上面 是不是我们用CleanUp 把那个宝塔去掉啦 本单元介绍iPhone手机 运用ClickDrop的AI软体 可以去除照片的某物体 或某物件 及去除照片的背景 iPhone的操作方式 跟我们Android操作方式 都是一样的 而后你拍完照 马上就可以把不要的人去掉 或者已经放在手机相簿的 照片或图片 也可以抓出来 把某些物体去掉 或把背景去掉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